因为我觉得对于女孩子来说 亚拉肯定也有这种感受 其实父母是 尤其是女孩 是女孩子的最一个温暖的一个港湾 其实有的时候 她就是最后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如果真的是父母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话 那给她的支持是这个力量是加倍的 所以说也劝很多女孩子不要因为说 到了年龄就怎么样 也希望这个年代的父母 也不要因为说 哎呀你要结婚要生孩子了 就让孩子做出一个 就是错误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要多支持她 但亚亚这么运气好的女人也不是很多 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 而且我跟亚亚聊过 我觉得亚亚是一个 她首先是一个爱情至上的 这么一个女人 我觉得她 我在拍戏的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也刚 还没有毕业 但我觉得亚亚就是 她很成熟 然后呢 她很有自己的一个定力 她想得很清楚 你通过她演戏 你就能看出来 这个女孩特别的果断 然后她也有 其实她也是有个性 她是另外一种个性 然后后来 后来知道她的这个 这个婚姻的选择 包括看了你很多节目 这种亲子的这种家庭的节目 就觉得说 她那个感情 就特别特别特别真实的 能够流露出来 那是说你 没有我也要 我也要聊一下 这种家庭的节目 就这么多了 这种家庭的节目 就这么多了 这种家庭的节目 感谢观看